首先 菩萨叫我们先闻实修 就像各位要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 决定要实修 然后我们 这个叫正思维 所以我要消除贪心 称害 称恨我不能该去伤害众生 所以八正道的第一个叫正见 所以闻实修是让我们有正之见 了解苦极灭道的道理 生死轮回的道理 那你有了正见以后 产生正思维 所以什么会让我痛苦 会让众生痛苦 我们千万不要去做 那就是贪嗔痴 所以有了贪嗔痴 你就会杀生 偷盗邪淫 妄语喝酒吸毒 等等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既然你要消除贪嗔痴 那你要找好的地方修行 或是各位最好每天 你家里很忙 事业很忙 你就提早半个钟头起床 早一点睡觉 或提早一个钟头起床 因为早上没事 可以好好的修行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 不用煮饭 不用应付什么人 所以你要依止这个清静处 所以远恶近固 祸见减 如果你能够远离这些 纷纷扰扰的环境 那这些迷惑烦恼就不会起来 不然有些人说 我不会生气的 只要别人不要惹我 我没有欲望的 只要别人不要勾引我 那你这样讲不白讲 所以说因为你还是 随时要生气的 所以当然一开始没办法 所以你要练习 一静处 一静处不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人很爱发脾气 那我一静处怎么修行呢 我就在想别人怎么骂我 怎么伤害我 然后我用慈悲心 根本没有我在被他伤害 你要这样去修 就叫一静处 去断除你的诚恨心 我平常很贪心 我很好色 我很喜欢帅哥美女 很喜欢去吃好吃的 那我一静处的时候 我就要去看这些快乐的 美的好的 到底最后怎么样 一定会很痛苦 最后一定很痛苦 而且这些东西 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快乐跟痛苦 都是当下的感觉 会过去的 你要去观察它 一静处比较方便 所以离善乱雇善至真 因为你在 自己在早课晚课 或是各位 你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你可以到一个清静的地方 哪里都可以 如果没地方去 我觉得西方人 有个地方很好 浑墓区 很多西方人 很喜欢在浑墓区散步 对不对 他觉得那个有美感 但是无论如何 河边 哪里都可以 像我以前 我很喜欢跑到 任何大楼的顶楼 顶楼没有人 一个人坐在那边 望得 虚空 这么广大 心量会广大 如果前面有海 那更好 因为那个时候 比较心理能够 找出自己的问题 发展自己的善心 心 注意法 身定静 定见 所以 各位要让自己的内心 跟佛法相应 就像 今天你皮肤发炎 你只要把这个药膏贴好 它就 药的力量进去 它就 退发炎 所以 你如果你的心 跟佛法相应 用佛法来对着自己 当我心情不好 赶快念 然后我无碍光如来 当我起男女欲望 念一下 南无清净光如来 清净光就是 不要起男女欲望 阿弥陀佛加持 当我喜欢讲话 会跟人家吵架 再念一下来 南无对光如来 让我讲话 都不会刺激别人 让我讲话 都不会跟对方吵架 因为你们 某一些夫妻 某一些朋友 一见面就 就想要 找他的缺点 那个时候 你要一直念 南无对光如来 你讲的话 不会跟他对立 所以 阿弥陀佛有12个佛号 那你的心量 没有那么大 每天都是比较自私 那你要念下来 南无无量光如来 那你念你的心量 就会包容 接受广大 还有南无 智慧光如来 等等等等 南无无量寿如来 所以 心注以法 所以各位要多思维 心经 有几部经 各位一定要会 心经 因为它可以让你 加强你的空性 放下 药师经 能够让你知道如何改变 特别健康 正知正见 念地上经 可以断除轮回 三恶道的轮回 身心因果 佛说阿弥陀经 可以让自己 包括往生者 这个人往生了 最好你们要问法师之前 我爸爸去哪里超度了 你先念完七遍 阿弥陀经 你再去念 他会说 去净土了 当然净土分九品 我们希望 从下品到中品到上品 这样 但是 这几部经 然后人际关系不好 爱生气 念普门品 大乘佛教 大概就这几部经 要忏悔 加念八十八佛 非常殊胜 甚至有机会 他们摆三昧水灿 梁黄宝灿 当然一步一步 各位入门 比较简单 后来慢慢慢慢 了解更多了 所以多思维佛法 身定见 什么叫见呢 正知正见 这个是社会最怕 邪知邪见 邪见就是说 他对佛法不太相信 甚至有些归一 然后又去求世间外道 不相信因果 甚至特殊的方法 那这样 心里就产生不了正见 所以要多去思维佛法 听闻佛法 安住在 以这个见解 以正见来代表 我们的思维 行为 正见 正思维 正业 正余 就是让我们实践在 八正道 所以一进处 各位要经常 自己做早课 晚课 自己打坐 甚至你找一个 任何一个空间 时间 你分配好 听说法国人最好了 上班一班喝咖啡 对不对 那就是修行的时间 那就是修行的时间 中间修行的时间 又去念几遍 心经 思维 像我很喜欢走路 我除了走 念佛 我都会在思维 这句话的意思 思维这个经典 再来思维 如何去 比如说 我要在法国盖一个寺廟 怎么样利益法国的 所有人跟众生 你要去思维 假设是这样 那你要利益 整个地球世界 那你对世界 所发生的事情 怎么样 用佛法的方法 来引导 不离开世间人的方法 引导他了解佛法 所以你要把佛头的方法 现代化 那你要去思维 所以这样一进处 去思维佛法 去实践佛法 让自己安住在法 第四 现象 一起念一下 来 亲友伴随 虚离别 财宝积聚 终去间 适者且宜 生涉去 初离心 是佛子行 那你要想一想 各位现在有亲戚朋友 爱人 儿子 孙子 这些 在一起的必定分开 你感情在好 无论如何 这些都不是永远 只是暂时 如果你依赖你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你要学习 耐得起孤独 让自己一个人 在公园里面 去散步 那个时候心里觉得很平静 甚至你在巴黎铁塔 一个人看到这么多男男女女 但是你还是一个人 很清静的祝福他们 自己不想依赖 所以要开始练习放下 所以佛陀要我们 各位一个月 至少要守六天八观再结 不要每天全家腻在一起 腻在一起 是一种依赖 所以虽然我们跟家人在一起 是希望引导他们学佛 引导他们学佛不见得要用嘴巴 引导他们学佛是让他看到你的清静慈悲快乐 给他那个感受 你就说我吃树你都吃肉 他会叫你离开 你好讨厌 吃肉还是还可以超度 像你这种看不起别人的心态 那是最毒的可怕的心态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亲戚朋友 家庭 这个都是暂时的 你不要太执着 以不执着的方法去爱你的家人 那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你一调他去 那你很难再出头了 在爱情至上 亲情至上 就会有私心 私心 就会有对立 会有排斥 财宝积聚中期间 不要每天努力赚钱 购乎就好了 我觉得我到欧洲国家发觉 这边只要有工作就有钱 也不是太痛苦 我去德国看 德国人现在产生大有钱的人少了 因为他这个制度就是保障 让大家远离这些评鉴 就是太有钱或太没钱 国家社会制度都很好 这也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地方 但是不要欲望太强 不要一直存钱 各位如果你要知道 三世因果银行是最好的 布施 帮助别人 你有一点钱多帮助 因为这些钱永远生生世世跟着你 修行人不执着钱 走到哪里却有钱 虽然口袋没钱 但是要有钱就有 因为你不断的去布施就好了 你把钱放在众生银行里面 甚至回向 成佛 那这个钱就像滚雪球一样 你一辈子不用烦恼 钱 你只管怎么去布施 所以不要去累积太多的金钱 你累积太多会让你怕别人 因为一个有钱人 你旁边除了小人 就是敌人 因为他是红莹拔解你 甚至要骗你的钱 对自己不好 试着浅于生涉取 意思是说 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灵魂意识 最后也会离开你 你这个身体就烂掉了 烧掉了 没有用的 腐烂掉了 因为你连意识你都抓不住 身体也抓不住 所以世间的爱情 金钱 财宝 家庭 身体啊 身体啊 这些都留不住的 都是变化无常的 各位要思维 我们为什么要归一三宝 想清楚这些 唯有三宝才是生命的一子处 归一处 所以第五 所以我们已经做到修行的重点 我们要脱离贪身吃 我们要放下世间执着 那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恶之事 这个世间很多 修行 很多人都喜欢拜佛 结果都走错道场 对吧 或者拜错老师 这个世界斜师很多 斜师很多 他就利用人类的弱点 来满足他的欲望 金钱或是名望 所以各位你要去 拜哪一位 亲戚哪个道场 你要有抉择 你要按照佛经 去看这位 这位法师 这位老师 他符不符合佛法 千万不要说 有人多 出名 所以 归三宝最重要的是 远离恶之事 如果你去亲戚 什么叫邪师 那就是 他内心 他不是要让你学佛的 他让你拜他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认识我就好 甚至他对你有金钱的要求 所以或者这位法师本身 脾气就不好 他都有自私的欲望 那这些你要小心 那最好的方法是 你亲近一个善知识 那你要在亲近别的善知识 是问这个善知识的意见 他跟你推荐 那没问题 就像善才同志 文殊菩萨推荐他 去见哪一个菩萨 那菩萨之所以这么做是对你有好处 对不对 就像爸爸爱你 希望你到那个地方去上班 因为可以对峙你的缺点 可以磨练你的特殊的能力 要求你这么做 那各位一定要 如果第五 一笔落实三赌掌 也就是说你去一个道场 或者就亲近一个修行者 你发觉你贪嗔痴都没有减低 烦恼越来越多 朋友跟你讲 那你就这个人错了 一个有加持的人 就算你没有听他讲很多法 一个没有贪心的人现前 我们心中的贪心就会减低 这样了解吗 一个没有称惠心的人现前 你就不容易生起 所以善知识那个加持力很大 一个悲心的人现前 你就很容易生起悲心 所以佛法的殊胜是超越原文字的 而不是说我讲中文 你一定要听我讲中文 你就光这样讲比较容易的 一个美女 管她是哪一国的美就是美 给人的感觉就是好美 一个可爱的小孩子 不管哪一国的 可爱就是可爱 这是超越原文字的 因为人都有直觉 所以如果会让你增加烦恼探声 你知道你就先退一下 或是问问别人意见 毁坏三学诸作业 叫你不用持戒了 干嘛吃素呢 不用读什么经了 就不用戒定会了 一个人要解脱一定要持戒 代表行为的约束 禅定代表心灵的约束 心里不要乱 智慧 然后慢慢看清楚真相 而不起贪嗔痴 而发起悲心菩提心 但是如果这位老师 讲的方法不符合佛经 而且让我们分别心更强 让我们很骄傲 那你就不要去了 会毁坏我们戒定会的修行 辗转上师慈悲心 还批评别人 虽然我们是佛教 甚至法门不一样很多 但是千万不要去批评别人的宗教 对方在不圆满 我们也要包容他 慢慢回向给他 了解吗 你儿子做坏事 你不会不要你这个儿子 对不对 你还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 但是如果二之四会告诉你 不要去那边 来我这边就好 你要加入帮派 我跟你讲 甚至像我很喜欢 带着大家放生 按照佛经 有很多 师父你不要拍我 为什么不要拍你 我怕被我师父看到 所以我来参加你的放生 所以我说 那我也知道 他那个师父一定是二之四 我很 我也不能跟他说 我只能跟他说 你要多给他 我都要多给他一些正面的 希望他有分 能够了解 因为任何一个道场 都不应该去伤害到 哪怕是就算这个宗教 没那么圆满 也不能公开去批评 所以各位要小心 如果你看到一本书 告诉你 那个不对 那个不是佛说 那位法师有问题 只要他指名道姓了 你都不能接近 因为经典说 千万在这个人再坏 你都不能指名道姓讲出来 说世众过 就是说这个人是在家出家 你只要一讲他的名字 他哪里错 你就犯菩萨仲介 因为你会没给他机会的 而且你要跟他结仇 你跟他结仇就是舍弃对方 那不行 你千万不要去跟对立 包括一个佛教徒 佛教徒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制度 我们永远要尊重 你不要去破坏这个国家的制度 个人有个人姻缘 你身在不一样的国家 修行自由不自由 那是个人的姻缘 但是你不要 不理这个社会国家的风气习惯 制度 政治 节点也要了解 不然我们去伤害整个国家 对佛教 对任何宗教都没有帮助 所以如果清净二字式 就会变成这样 贪嗔痴增加 界定会的修学不圆满 持费心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远离二游 第六 念一下 依比若令二渐静 功德犹如初月增 教主自身有爱众 以善事是佛子行 如果我们依子以为 一个道场 善知识 可以让我们不好的行为 习惯 慢慢断除掉 本来会生气 平然不会了 本来会杀生 现在不会了 而且我们修行的 智慧跟慈悲 让我们的功德 像月亮一样 从初一到十五 慢慢圆满 所以我想一个人 修行好不好 就看这个人的人格思想 有没有越来越好 如果好 代表清净的是一个善法 善知识 善知识更重要的特点 是什么 教主自身有爱众 他不是利用信徒 利用信徒的钱 利用信徒的各种条件 来满足自己 真正的善知识是 他爱我们超过他自己 他宁可自己来受苦受难 他也不会去利用你 所以就像母亲爱儿子 宁可牺牲自己 希望儿子健康快乐 这个叫善知识 有爱心有悲心 那这样要去依止善知识 好 第七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还在生死轮回 如果各位你只是学一个 这个世界人很有成就 他是个董事长 他是个出名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毕竟他都还在生死轮回 所以世间的人不是你绝对依止的 当然学习他的优点可以 但不是你生命依止的点 那现在的年轻人 他喜欢依止出名的人 隐格心 有钱人 这是世间的皈依 但是不究竟 因为他们自己都还在生死轮回的状态 包括天上的神 神还在轮回 天道还在轮回 一皇大帝 好几任的一皇大帝都下了地狱而恶鬼道 佛陀都把这个原因讲出来 他造了什么善业 所以他做一皇大帝 善业享受完以后 他就要堕落了 所以世间的神 天上的神 跟地方的神 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世间神明 谁能够让我们解脱轮回呢 他们都在生死轮回里面 终于我们能够听闻碰到 稀有难得 佛法身三宝 一三宝是佛子行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 南无归一一子佛法身三宝 将来修行 好那当然第八念一下 那我们归一三宝以后 再来就一定要绝对相信因果轮回 所以各位要读《地藏经》 所以下地狱太痛苦了 恶鬼道 那永远没衣服穿 没东西吃 生病没能医 畜生道 天天都在恐怖被宰杀 要多去思维 思维除了自己不想造这个业 也对他们生起悲心 所以但是享受这个恶业 都是自作自受的 所以恶业果报是佛所讲的 所以既然归一了 纵死造欲命难言 今天如果你杀死那只老鼠 我就不杀你 我也不杀那只老鼠 你杀我是我的果报 那时候我杀死老鼠 那我要几百次受苦 所以无论如何 归三宝以后要守戒律 不要造恶业 这才是佛弟子的修行 学佛最主要是惭愧心 碰到任何逆境 都不要怪别 怪别人会让你精神出问题 不甘愿 所以所有的错 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但是各位你要发觉 错这个恶业烦恼 也是暂时的空性 你不要太执着 你不能错错错我发疯了 都是我的错 甚至造成自杀 你放心好了 所以万法皆空 恶业最大的好处 是可以忏悔掉 这样就好 就像垃圾 看到垃圾 扫地人真快乐 可以扫干净 扫干净 那看起来干干净净 多舒服 所以任何恶业 只要忏悔 都可以消除掉 三千年黑暗的地方 管它三千年 三十万年 点个灯 它就亮起来了 忏悔就是这个功德 特别佛力不可失忆 离佛一败 罪灭而核杀 念佛一生 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只要你对佛有信心 所以不怕造恶业 就是造恶赶快忏悔 不要再犯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恢复清静了 要来皈依三宝 不但我们皈依三宝 也要捏下来 当愿累劫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历代中亲 累劫往生眷属 夫妻子女 亲戚朋友 同来皈依 六道友情 孤魂友情 同来皈依 然后我们用菩提心 大家来做佛子 做发菩提心 承担佛陀 然后愿我们的皈依 成为代替众生皈依 我们皈依三宝有一个重点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众生 包括一只小蚂蚁被杀 都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皈依不是自己皈依 我们是融入于佛陀的生命 融入于三宝的身团 整个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融入于这个正面的力量 是要来帮助所有负面的力量 而不是我皈依 没有一个我 是融入于诸佛的功德海 要来帮助所有众生 将来皈依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 有缘的 包括你对他尊敬的 爱的亲 伤害他的冤 叫冤亲在主 我们都要让他皈依 来达到平等的慈悲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今天下午最主要要来念一下 上供下施 消灾超度 这也是佛教 特别汉传佛教最主要的修行方法 因为所有的福宝 来自于造佛像 建佛塔 印佛经 盖寺庙 供养身众 因为三宝是无上福田 简单地说 你给你儿子一百万美金 还不如供养你爸爸妈妈十块钱 因为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恩太大 那佛呢 那没办法比 佛教无上福田 所以为了要超度 也为了要下施这些没有福报可怜的众生 那我们要以善供的功德 供养佛法身上宝的功德 来回向给他们 所以在佛教里面 最大的法会叫水入空大法会 那这个水入空就是不离开 供佛 摘天 这种上供 然后呢 再来下施 放咽口 超度 然后呢 大忏悔 所以水入到法会有五天的时间要拜 梁皇宝灿 大忏悔 所以我们下午也会按照这样 上供 忏悔 下施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 你有堕胎三个小孩子 那你当然很想超度她 因为你不超度她 你也会痛苦 还有一个我必须告诉各位 你的女儿小儿子生病很多都是因为 爸爸妈妈的堕胎胎儿 没超度她 你也不理她 她就找你小孩子的麻烦 大部分 所以有些小孩子突然发烧到天亮 怎么样怎么样 开刀 我们一问 大部分都是妈妈四个胎儿 她都不理她 所以 所以她就没办法 因为 他们很痛苦 所以我们以上供的福报 还有虔诚的忏悔 再加上 对他们的布施 乃至帮助更可怜的众生 来回向给他们 所以 因为各位写了很多的 小斋 拔肚的 排位 但是有一个 有一点要记住 不是写排位就超度了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经常有说 师父 我说你有多太太 我写了三 写排位 那写排位不代表超度 写排位是一种回向 希望它好一点 真正的超度 是要靠着我们的惭愧心跟功德 就像这个人得罪你 我帮你写排位 你还是生气的写排位 你还跟我来对不起才有用 所以不但跟他对不起 还弥补他 对不对 所以那排位大部分 是因为以大家的功德 来回向那些没人写的 没人回向的对象 所以当然又以 因为他而对供养三宝 因为他而布施所有众生 以这种最大的悲心爱心 当然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 惭愧心 同样我们供养三宝 也是要有惭愧心 佛已经成佛了 我们还在轮回 佛就是希望我们离苦 简单的说 儿女生病 要对爸爸妈妈亏欠 所以我们生病痛苦 这是我们要对佛忏悔 因为佛就不希望我们生病痛苦 结果我们既然还在痛苦 所以以惭愧心 乃至呢 为众生虔诚的要做供养 所以我们现在要供养 食供养 那当然这个供养是 每个人都供养 而不是每个人 你也讲 代替所有众生 做供养 这就是佛教的悲心 不为自己 我们供养代替所有法国人 代替所有人类 代替所有动物 特别这些动物 他们根本不会供养 代替所有恶鬼道 他们没有福报供养 地狱道 所以如果能够生起了 这个大悲心 来做供养 但是供养最高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来 为了成佛 在佛教里面 我们供养佛 最圆满的意义是 希望将来自己 也能够成为一个佛陀 来利益众生 所以对下的大悲心 对成佛的菩提心 也除了这两个圆满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 无我的空性 刚刚讲的 有这个惭愧心 我不再起贪嗔痴 我要保持在内心的 这种清静 平等 什么叫空性呢 那叫绝对平等 绝对接受 这个心态要修 喜欢的跟讨厌的 不能有这个分别 健康的跟生病的 我喜欢健康 我不喜欢生病 这个不平等的 不接受那不行 空就像虚空一样 接受一切 没有分别一切 这样就不会起心动念了 所以而且还会慈悲 因为虚空包容一切 希望所有一切都圆满 所以要有这样的圆满的心态 对三宝的菩提心 对众生的大悲心 对自己的无我空性 归佛 归法 归身 所以各位你知道 归三宝的意思了 归佛就是要成佛的菩提心 归法就是要有平等 无我的空性 归身 那叫大慈大悲 所以观音菩萨 地上菩萨 这是最圆满的生且 在大圣的生且 所以我们天天要念佛 念法 念神 念下 念菩提心 念空性的智慧 念圆满的大悲 所以千万不要念贪秤子 要把贪心变成菩提心 要把称慧变成大悲心 要把愚痴变成空性 无我平等的智慧 所以不执着一切 却了解一切 却会做一切 不叫讲空 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做 你等于会做董事长 几百家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都做得很好 而且但不拿薪水 这个叫空 会一切 但是不执着一切 但是这个就是佛教 自跟会 会是没有分别一切 会就是 自就是懂了一切 会是没有分别一切 合起来叫智慧 那我想 我讲这个 就希望各位了解 我们修行的意义 就是要提升自己的 深口意 整个生命 到达最圆满的状态 那最圆满的状态 你才可以真正去帮助众生 也要最圆满的状态 才圆满生命的意义 所以生命一定要努力 千万不要很渺小的把生命定在 找个男人结婚 生三个乖乖的儿子 赚了一点钱 做了一些官位 然后最后死了 那就浪费生命 所以我想各位 很会移民 移移移移移到法国来了 那是要追求最高的 要追求成佛 成佛最好的方便 就是能够到净土 到净土是用成佛般 到那边一定最后 会圆满这个修行 来到人间 度众生成佛 所以生起这三种心 来为苦难的众生 供养 来愿众生 帮我自己成佛 也愿自己圆满智慧的空性 这样来做供养 供养我们会敲法器 法器也是一种供养 法器也代表 对六道众生的慈悲 各种的声音 度各种的众生 然后各位 你现在念的时候 你要唱 最好唱大声一点 好不好 代表一种 唱的时候 光声音还不够 还要观想 这里面心燃五分 从你内心里面 所供养的五分戒香 普遍十方 香烟同质 你供香 你就体悟真理了 这个香 所以简单的说 修行 你要像一只香一样 一直燃烧自己 最后一定知道消灭 而且把最好的布施出去 却把自己消灭掉了 这个叫修行 无我的空性 圆满的大悲 这样才会称佛 修行要像灯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所以生命要永远在燃烧自己 要断我直 却在慈悲 所以生命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 香也好 灯也好 烧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 花也好 水也好 现在看到的这些食物 最后都会化为乌永 被吃掉了 消化掉了 烧掉了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样存在 生命的意义就是希望如此 征服自己 进一步奉献自己 消除自己 再来圆满的悲心 要不断地这样努力 千万里面不要有一个 我要凸显自己 我的爱情 我的身材 我的金钱 我的子孙 我的 你有一个分别心 你就达不到 智慧 所以要了解 原来这个目的一定要抓到 当别人引起你生气 起心动念 是别人帮助你 找到你的问题 原来我还有个傲慢 生气 分别 骄傲 孤独 这个好可怕 我要把这个净化掉 这个不是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是佛性 清净光明 平等的 没有分别的 好 所以大家 全程来 求 忏悔 我们才可以 向众生 忏悔 向佛陀 忏悔 向原心 在主 忏悔 更重要 代替众生 求忏悔 那当然 忏悔的时候 特别 各位你要承认 你现在想一想 你这辈子 堕胎 诚心 不孝顺 爸爸妈妈 曾经玩容别人的感情 曾经骂人 骗人 这是光这辈子而已 那过去世呢 可能我们都是军人 可能是过去世都是在挤牛奶 杀鱼 过去的时代 什么恶业我们都会做 所以军队要杀人 所以每个人身上里面都有各种不一样的业 但是为什么会造这些深口意的恶业 最主要是我们心里面有贪嗔痴 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了贪嗔痴 这个烦恼 就会让你的深口意去造恶业 造了恶业 那就会轮回受苦 所以所谓我们要超度的地狱道也好 恶鬼道也好 动物道 这些流产胎恶 他们之所以这么苦 是因为他们造了业 所以我们要来替他们忏悔 那业是来自于烦恼 烦恼是来自于因为无名 就是觉得有一个我这个东西 我是男人 我是女人 我是人 他是动物 有这个分别性 所以人杀人要抓去管 人杀动物天经地义 这个就是不了解 因果 法律可能定 人杀动物没事 但是因果的定律 你一定要还这个债的 跑不掉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有这么大的痛苦 所以自己要虔诚忏悔 也向众生忏悔 那忏悔的时候 佛教有个讲法 爸爸坐这边 妈妈坐这边 因为我们要替爸爸妈妈忏悔 不是光这一世的爸爸 我们有七世的爸爸 无量世的爸爸妈妈 然后前面 前面是你过去杀掉吃掉得罪的 那些众生 你要向他忏悔 那后面 是我们要代替 所有受苦轮回的众生 我们今天有机会学佛 他们根本没机会 所以也不了解佛法 所以也没办法 就像我们刚刚去餐厅吃饭 就我们这桌吃素 其他几百桌 今天他们法国人庆祝母亲节 庆祝母亲节在那边杀鸡杀鸭 意思说母亲你早一点死吧 好像是说是好事 我要让母亲快乐 但是你却在制造一个痛苦给对方 因为母亲节我们去杀一只鸡 那不是在造恶业给妈妈 但是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 他们不了解 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要向他们忏悔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用神通用智慧 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虽然学佛了 但是所以身为佛教徒 别人的错我们忏悔 这才叫慈悲 前面说错是错你的 我是对 不能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这样 然后经典又说 最大的忏悔 一败下去的时候 你真心的忏悔 的时候你的八万四千毛细孔都会流血 为什么 因为你真心的忏悔 你的冤心在主通通跑出去了 接受你的忏悔 他就离开了 超度了 忏悔的忏悔 七孔流血 所以最普通的忏悔 叫痛哭流涕 就是感受到自己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胎儿 对不起过去所杀所吃的 所以如果你这辈子感情不快乐 你不忏悔 你再投胎一百次 还是感情不快乐 因为你的冤心在主 永远在找你 你一直在换 一直在追求新的爱情 却不懂得跟他忏悔 所以因为你过去伤害了他 所以我认识一个老板 四十几岁而已 突然上吊自杀 昨天还在很快乐喝酒 问题是他的情在在主不甘愿 所以不甘愿就会制造那种 附在他身体一样 让他去上吊自杀 让他勇敢的去跳楼 所以他要跟你所在的时候 所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制造一个车祸等等 现在很多老人家跌倒 大部分都是冤心在主 推倒他的 让他跌倒 然后让他头破掉 让他慢慢被开刀 因为没有人跟他忏悔 所以我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经常替老人家忏悔 希望这个在 因为在主什么时候要发生事情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是无形的 所以不可能一个人没有业 如果没有业 你就没有轮回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业 再加上行菩萨道 不是为自己 这个众生只要有人造恶业 在受苦 都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要每天替众生求忏悔 那我刚刚有讲到 假设你有多胎两个小孩 那各位一定要 就像你写牌位 这要写完就跪下来 跟他顶礼 跟他忏悔 不然他也不是光外表 这有内心里面 妈妈爸爸对不起你 跟他忏悔 那他接受你的忏悔 他才会接受你的功德 不然的话你念了几百遍 做了很多 他不接受你的功德 因为他还在恨你 所以所谓功德 对方必须接受你 你的功德才会到他的身上 所以要向他忏悔 所以就像我早上讲 皮肤很痒 因为过去邪淫的恶业 男女的问题很痒 那个时候你一定要 就是要跪下来畅悔 不然你擦多少药都没有用 所以最近有一对爸爸妈妈 刚结婚 生了小孩 小孩生下来以后 小孩开始皮肤就溃烂了 小孩在烂的时候 爸爸也一起烂 找了多少医生都没有用 为什么这个就是邪淫 那我跟他说 他说我小孩才一岁 哪有邪淫 人有前世的 我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 因为小孩现在很苦了 你一定要帮他 所以你要带着他忏悔 从小里 而且忏悔完以后要发愿 我说你要跟你先生说 以后绝对不再邪淫 所以他就说 没有啊 我现在跟我结婚以后 就没有 我说我不知道 但至少一千很多 但是不然就不会有 这么大的痛苦 所以不一样的姻缘 有不一样的痛苦 所以等一下我们 法师会跟你说 心脏不好 因为诚恨心的果报 什么三高啊 糖尿病啊 这些 这个肾啊 那是肾积水啊 这个叫贪心的夜报 贪 不管你贪吃 我吃素哪有贪 你喜欢吃炸的也是贪 你喜欢吃冰淇淋也是贪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贪的 所以有这个贪 然后再加上那个夜 你贪吃猪腿 那你的腿一定不好 所以你贪吃鱼眼睛 保证你眼睛不好 所以因为这个贪秤吃 乳癌 因为压抑 生气压抑 肺癌乳癌 所以每个人的病不一样 贪 嗔 痴 傲慢 所造的夜 找成你的夜报 所以你这个身体开始有麻烦 这个就是它在告诉你了 身体已经有讯号了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要去思维 你经常头痛 计较 想太多 所以事情不能消化 胃不好 那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 但是如果各位了解 这个病来了 你首先要忏悔 忏悔以后找到病的原因 那就是我们的心态 哪里的行为 那你要从这里面去改变 忏悔包括改变 所以有些是杀生吃肉太多 那你就千万不要再杀生吃肉了 经济部还要放生啊 救命啊 而且发愿 身生生事事 觉得不敢再去做这个事情 那有些人跟我说 我努力工作都没赚钱 而且没有人帮我 因为你从来不帮别人 什么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做 没有人会来帮你的 那你要忏悔 忏悔以后开始努力去帮助别人 因为你不帮别人 别人没有机会帮你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孤独啊 赚不到钱 所以忏悔以后要发愿 就像我们过去杀生多 那现在我们决心不杀生了 不但不杀生 我们还要吃素放生 或还要不吃食物给这些动物 等等等等 那命运就是这样改变了 所以如此以后来 那我们现在先开始回向红色的牌位 小斋 当然各位有写牌位了 但是身在悲心 是这个世界的所有老人病人 所有三散道的天道人道 阿修罗道 都是我们回向的 你的心越慈悲啊 力量越大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这么做 我今天带各位上供下施 所以 那各位每天在家里也要这样 哪怕十分钟上供下施 忏悔回向 要讲吗 因为各位有家人 都希望你的儿女 先生太太 各个健康事业好 对不对 上供下施 回向给这些众生 地狱道 恶鬼道 也回向你自己的冤亲在主 那每天都要做 甚至各位可以把你的牌位 放在家里 念到一段时间 你感觉他好像超度了 这个人病好了 这样啊 所以就像你很疼你的女儿 你天天也会看她的相片 对不对 你就是希望 希望她好 再一个就是说 各位来参加法会 突然觉得哪里痛 这是好事 因为你的冤亲在主 哦 你要忏悔了 他过来 让你知道了 本来三年以后要中风 现在就让你知道了 那感觉了一点不舒服 甚至发烧 但是你好好的忏悔 又给他回向 这个事情就过了 这个叫众业轻薄 这样啊 所以感觉不舒服 不是坏事 都是在消夜 消夜 但是吃药 有时候特别吃西药 是一种麻醉 比如说你头痛 你吃很多西药 它只是把 让你麻醉而已 头还是痛了 对不对 它让你神经 不敏感而已 等那个药性过去 你还不是更痛 所以基本上 要消除的是你的业 跟你的动机 你如果你的动机不改变 你吃太多药也没用 忏悔也没用 为什么 忏悔只是 就像吃麻醉剂 好了 但是你心态没改变 因为忏悔最主要是贪嗔吃 药师佛不是光医身体的病 药师佛要医的是众生心灵的贪嗔吃三毒 那这一点你要看看你的 那你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问问你的先生太太 因为家里的人最了解 你 事实上每个人 每个人只是不认识自己 所谓善知识不见得是出家人 他了解你这个人很吝啬 你这个人讲话很苛刻 批评别人太多 你这个人比较骄傲 自以为是 用自己的想法 那这些你一定要改变 如果你不改变 就像骄傲苛刻的人 就骨头不好 我最近认识一个企业家的太太 他们透过别人来找我 她已经骨癌到整个 开刀又开刀 她宣布都快没命了 放生也放生什么都做了 但是还是好不了 为什么 她的念头 她那种主观有钱人 看不起别人 骄傲 傲慢 傲慢就是说 我认为我吃素对 你那个不对 太太一样 我先生喝酒 狗外衣不对 我对 这个也是个骄傲 这个就会伤害到 你硬的那一部分 所以这些各位要去 佛教也是个心理学 所以等一下请法师 可以帮你讲一讲 你的心理状态而已 因为人都不愿意 去面对自己 但是如果你心态不改 就等于你一直在加汽油 那还不是火越来越大 吃什么药都没用 你心态停了 那这个因缘就停了 那并不是没有了 所以开刀吃药 那它只是一个战死的 甚至如果是癌细胞 你不忏悔 你跟它开刀 这下问题严重 它可以转移到任何地方 你等于跟它宣战 我要跟你打仗 那你一定打输它的 它可以扩散 它让你慢慢的苦 所以我送过老人 你命中 一个老人要走都不容易 它可以拖很久 拖到你全家都完蛋 就像一个男人 一个人中风 全家发疯 你连走都不容易走 所以修行要修到 没什么夜 睡个觉就走了 还有直觉 睡觉之前 我看可能吧 他就走了 他会有个直觉的 但是他没有痛苦的走 给家里很大的信心 也不会拖累子女 所以各位了解 佛教的原理 医生只是个住院 夜消除了 烦恼不起了 你剩下10%的病 所以你夜没消除 烦恼没消除 你吃了所有的药 开完所有的刀 还是没有用 当然冤亲在主要超度 有些冤亲在主 他就明明要 让你受苦 你不跟他忏悔 不超度他 让他快乐 他会折磨你到死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这一点 我们相信佛法了 真的有夜 真的有冤亲在主 但是根本来讲 就是我们的心态的烦恼 只要虔诚的改变 最后每天最好静坐一下 用念经 因为你在静坐 或念经 或是你去慈悲放生 那个时候 你一点贪嗔痴都没有 因为你专心的在慈悲 那个时候是最容易 断这个不好的心念 甚至手包关在戒 让你的念头是在一个清静的状态 好 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子的忏悔了解 我们要来回向所有现世者 包括我们自己 因为自己如果健康 修行 有助缘 没有伤害 这样你比较容易修行 很有福报 甚至碰到好善知识 身在一个有正法的地方 很好修行的地方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人票 这里是大河葛城山 位于大阪与奈良之间 过去的修行人都会来这个地方修行 身中鸟鸣 装点了清澈透明的山色 历史悠久的奈良古城 梅花怒放在寒冷的季节 吐露庆人心脾的芬芳花语 奈良有很多地方都冠上大河的名称 大河时代是日本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政权的时代 大河也就成为日本的代名词 冬末的雨水 滋润了干冷的空气 渐渐唤醒了下一季的风光 大河时代后 接续这是飞鸟时代 佛靶渐渐在日本展露曙光 日本的第一座佛像即将出现